好 大家好 因为之前在论坛上放了一段视频 大家说是不是做平衡测拍了 然后今天我就跑着给大家录一段 用的还是A7S加上2470的镜头 然后现在用的是24端 录一段给大家看一下 开机很简单 一二三 就开机了 OK 开始 好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24焦段在A7S上的表现 然后这次我们直接不关机 然后把焦段变成50 50 好 50焦段看到没 然后变焦它虽然重心改变了 但是还是能够保持稳定 然后继续走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好 OK 123 走起 跑起来 刚才是50焦段的演示 然后现在我在测试70焦段 再演示70焦段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全画幅的70焦段 就是A7S配上70毫米焦段的镜头 然后因为70毫米的话 它的那个镜头太长了 可能重心太靠外 虽然说稳定器一样能保持稳定 但是重心太靠外的话性能可能会有所降低 所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平衡 因为虽然这样它还是能用的 但是为了更好的画质 我还是要把那个相机往后调整一些 往后调整一点点 让它保持平衡 首先先关机 哎呀关机都掉下来 然后只需要调整上面的平衡就可以了 调整这个抚养轴的平衡 OK很简单 一瞬间调好 然后拧紧螺丝 OK 然后只要调个大概平衡就行了 然后开机 这样就能保证它的性能 然后开始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效果如何 OK一二三走起 之前有人说我用70焦段的时候 走的比24要慢 其实我走的和24是一样快的 只是70焦段看起来 不是很明显 看起走路的时候不是很明显 直接跑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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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